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演讲 第一场演讲是由我来负责 我是国际教育大学高等教育开放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李维一老师 我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回顾高等教育开放资源运动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 以及讨论或介绍一下在去年开始最近这一年当中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叫做MOOS 叫做大规模或者大型开放式线上课程 那我们先开始介绍谁到底开始了大学的开放教育资源运动 那其实应该要归功到MIT MIT在1999年的秋天 校长指定了学校里的一个committee一个委员会 研究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时网络已经成型 有很多学校已经开始在想说我可不可以用线上教学来赚钱 那当时这个MIT做事非常谨慎 就是他也要做这个研究 所以他指定了一个委员会 那这个委员会上花了大钱聘请了顾问公司来做这个研究 他们做了一年的研究 你可以像1999年这个committee开始 到了2000年的时候 他们这个committee得到一个结论 他们做的是非常的严谨和谨慎 得到的结论却是不会赚钱 我必须要说在当时的环境里面 不管是网络设施 社会的状况和接受的程度 其实当时的确不会赚钱 没有任何一个学校 至少大学在做线上教育因此赚钱 但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 但这个committee这个委员会 没有当时就停下来就停在那里 他事实上甚至进一步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计 他说既然不会赚钱 我们干脆把我们所有上课的内容 公布在网络上好了 那这个建议在当时的校长 Charles West的这个手上拿到之后 他居然同意了 这个是在各个大学从来没有过的情况 因为这个要花相当大的成本 而且是将全校的这个教学资源放在上面 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那在2001年4月份的时候 MIT就在New York Times 在纽约时报上面正式宣布了这件事情 然后一直到2002年又做了一年的准备时间 2002年的9月份 MIT OCW的这个网站正式开幕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有关年开始到最后事实上这件事情 已经成行正式面试 其实等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从2002年开始 我们可以说就是OpenCourseWare的元年 OpenCourseWare元年 所以去年2012年刚好 MIT就在庆祝他们做 开始OpenCourseWare运动的这个十周年 OpenCourseWare这个名词 当然是从MIT先开始的 它事实上MIT的人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 它说是Free and Open Digital Publication of High Quality Education Material Organized Courses 这里面事实上有三个非常重要的keyword 三个关键字 第一个就是免费 所以所有的所谓开放资源 第一个要件就是要免费 因为免费 所以大家都可以无偿免费的使用 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 还是完全开放的 第二是Digital 就它是数位形式呈现 所以它可以利用网络 五眼福界的传出去 只要你能够使用和获得网络的资源 你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东西 第三个就是Course 它提供出来不是片段的知识 而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课程 所以跟我们在Wiki里面的idea不太一样 Wiki基本上提供出来是片段片段的知识 而这个呢 通常有一位或几位老师 他经过消化整理之后 变成一个完整的知识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关键字叫做high quality 叫做高品质 网路上的资讯过多爆炸 其实产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它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好 那high quality这个隐藏的关键字 其实就告诉我们暗示说 大学里面提供的一定是high quality的 所以谁最适合做OCW OpenCourseWare呢 其实就是大学 所以假如有一门课程 它的内容是以数位形式公布在网路上 免费的提供大众使用 这就是一门开放式的课程 那当然开放式课程和远距课程 这个一般学校远距课程 事实上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因为MIT在一开始做开放式课程的时候 他就说了 他说我们只提供课程的教材和资源 但我们不会提供任何的学习活动 也就是说你有问题 我没办法回答你 然后你希望测验 我们没办法提供你测验 因为他要开放那么多的课程 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何况他假如要提供各式各样的互动 或者是认证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MIT一旦开始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看到他网站每个月造访的人次 就一直往上增加 在最高点的时候 曾经达到160万次的造访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因为MIT的课程通常都非常的生硬 非常的生硬 那有这么多人上来 这不是一个色情网站 色情网站我可能还不意外 但是在这个网站上面 能够有160万人次的到访 就是相当高的 那他开放的课程 从500门开始 一直到大概2009年开始 就差不多达到稳定的状况 是2000门的课程 但有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就在这2000门课程里面 有完整影音的课程并不多 并不多 有完整影音的课程事实上不到100门 也就是说他提出来的课程里面 大部分都只是课程的大纲 讲义 可是课程影音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那这样开放课程教材内容的概念 其实MIT当然不是第一个人 因为事实上有其他的老师 或者个人在网络一成型的时候 就在做这件事情 但MIT绝对是第一个从全校来推动这个观念 做这样的事情 那MIT一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 很快这个想法就启发了全世界各个大学 希望能够跟进 所以后来有很多大学都在做这件事情 2006年的时候 全球开放课程联盟就成立了 那总共有大约50个国家 超过300个非盈利组织 主要就是大学加入 那目前设立的开放课程网站 有100多个 超过100个 然后开放课程 大概有超过1万门的开放课程 每个月大概累积起来 有250万个造访者 这是不重复计算 有250万个使用者 那台湾目前有28所大专校院 参加了这个台湾开放课程联盟 台湾开放课程联盟 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在2011年的时候做了一个统计 发现他们的使用者的年龄层 其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那我们通常会认为 这些课程 假设MIT的课程 是一个很硬的课程 应该大部分使用的 可能是这个大学生 也就是我们看到 20到29岁这个年龄层 可是我们是让他们很意外地发现 其实在19岁以下还不少 而更重要的是 在30岁以上的使用人 人群居然占了超过一半以上 这就告诉各位其实一个终身学习的社会 已经在迅速的成型当中 而这个资源很显然被很多人拿来作为终身学习的工具管道 MIT在2004年的时候公布了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其实对华文世界引起了很大的注意 它在2004年的时候公布了 除了美国以外 使用MIT OCW最频繁的国家是哪一些国家 那除了美国以外 下面第一位就是印度 并不意外 因为印度的高等教育 它的官方语言使用的是英文 而印度的人口是很多的 相当多的 6亿多的人口教育 记得没有错的话 可是这让人惊讶的是它的第二位 居然是一个措儿小国 台湾 台湾在当时的这个造访率相当的高 甚至还领先了加拿大 同时领先了这个中国大陆 那我们一般会认为 在网路上搜寻或学习东西 最大的一个障碍是语言障碍 是语言障碍 唯一没有语言障碍的就是色情网站 因为它是95%的动作片 剩下的另外5%有语言 是世界通用语言叫NROO 可是事实上我们在学的 像MIT这样的材料 有很多都是要靠语言去理解的 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台湾人 在上面使用呢 那后来我们去了解之后 发现原来是因为 有MIT的中文翻译网站 MIT OCW的中文翻译网站 在2004年开始 有三个主要的网站出现 第一个是中国大陆 有一个翻译网站 是有一个非盈利性的基金会 组织叫Core在经营的 第二就是台湾的这个 一个WOOPS组织 一个基金会 奇幻文教基金会 是由朱学恒先生 摩介的翻译者 他把他的这个 翻译的这个税金 得到的这个钱 去捐出来一大部分 做的这件事情 那第三个就是 这个泰国的翻译网站 那我们看到 黄色这一块 基本上就是这个 台湾的这个MIT的 中文翻译网站 你看流量事实上很大 那这个流量事实上 就寄入了MIT网站的 造访的这个数量里面去 所以事实上 为什么台湾和中国大陆 居然会占那么大的流量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原来是因为 它的中文翻译网站 流量很大 所以语言仍然是 最主要的障碍 一旦语言的障碍 能够打破了 其实你发现在华文世界 对这个东西的需求 是非常高的 2004年之后 其实中国大陆的 在这上面的需求量 是倍数的成长 成长得非常的快 因为到目前为止 MIT大概它的造访量 造访量20% 来自于华文地区 其中现在事实上 比较大的一块 事实上是中国大陆 这一块 中国大陆从2004年以后 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 在造访率上的成长 第一个当然非常重要 就是中国大陆的 网络的普及程度 成长得非常的快 这个图显现是2004年开始到2011年之间 中国大陆网民人数和普及率的成长 你看到倍数的成长 在2004年的时候上 只有不到9400万的人 不到1亿 可是你看到了2009年的时候 就达到了3亿8千万 在2009年的时候 3亿8千万的网民人数 网络人口人数 已经跟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 使用网络人口人数是一样的 事实上从2010年以后 中国大陆的华文的网络使用人口人数 已经超过了以英文为母语的 网络使用人口人数 现在已经超过了5亿 5亿听起来是个很大的数字 可是考虑到他们的13亿人口 所以网络的penetration rate在普及率 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不到50%的 只有40%几 而在一个已经开发的国家 通常它的网络使用普及率 应该要达到70%以上 以香港而言 大概已经达到80% 台湾的情况 在2011年的时候 我们的网民大概1600万 我们的网络普及使用率是76% 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 仍然有非常高的成长的空间 所以毫无疑问 以中文为母语的网络使用人口 在全世界将会是最多的 将会是最多的 看起来它目前的网络普及率还不高 可是假如我们看一下 它的网民的年龄层的分布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分成了几个年龄层 我们发现在20到29岁这个阶段 我们就看到最上面72.9% 其实在这个年龄层 它的网络普及率已经事实上是不差 是相当的高 即使是在30到39岁 事实上它也已经达到了50%以上 我们看到年轻的族群也在迅速的成长当中 我们讲以教育程度来看的话 你发现大学教育程度 它的网络普及率几乎是100%了 高中的网络普及程度 从2007年在这个上面看到的47% 上已经也成长到了97% 也就是说只要是高中学历以上的使用率 几乎可以达到90到100%之间 而有这样学历层的人 事实上正是使用开放式课程最可能的人 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口群的大幅成长 和他们在网络上面的大幅成长 所以事实上会使得开放式课程的资源 被很多人所需要到 当然这个里面我们也要看 中国大陆高等教育人口的成长 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 其实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教育当局 都做了一个类似非常重要的决定 影响层面很大的决定 就是要将大学数量大幅扩增 然后让大学人口大幅扩增 当然我们的做法是很多是把原来的技职 科技大学体系的把它提升上来 而中国大陆事实上是无中生有 我们看到在这个表上面 它的在学人口数从1998年事实上只有600多万 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3000万 在学的高等教育人口数超过了3000万 所以研究生本科生 所谓本科生其实就是我们的大学生 它的增长率最高的 那有一块其实在最后面 我们看到有个叫成人高教这一块 成人高教这一块 其实相对于其他研究所和本科生 也就是大学生来讲 它的成长幅度是比较慢的 可是事实上这一块在今年累积之下 它的需求量应该是最大的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制造业产业 和各个行业快速发展当中 终身学习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可是目前以这个终身学习 能够提供的管道却是非常有限的 这个事实上也是开放教育资源里面 会非常重要的一块 所以我们预期将来开放教育 会成为终身学习和在职教育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流 我们看到在华文地区 特别在中国大陆家 有这样大的一个需求 那中国大陆本身的开放式课程运动 进行的怎么样呢 其实中国大陆在开放式课程上面 进行的还挺早的 最早的事实上在2003年 各位记得2002年 MIT的OCW运动开始 所以他立即看到了 他就开始跟进 2003年其实他们政府是在政府的推动之下 开始推动一个叫国家精品课程计划 那他的目的是希望每一年 原始的目的是希望每一年 由各大学挑出来最好的500门课 给一年500门 一年500门 那他们的计划通常喜欢以五年为期 所以2003年到2008年 他们希望能够推出 2500门的所谓精品课程 那这个挑选的过程里面 事实上有学校级的 从学校先挑 送到省市 省市挑过一遍 有省市级 省市再送到中央 事实上中央再挑 最后国家级的 那真正受到重视的 就是国家级的这个精品课程 那最后的结果事实上 我们累积 他们累积到2010年 国家级的精品课程 大概有3500门 OK 参与的学校 事实上有将近500个大学 500个大学 所以事实上数量还不少 可是成效并不好 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 它由各个学校自行制作 OK 然后这个绝大部分都没有视频 那老师只是放上去了 一部分的教材 那视频都没 都看不到视频 可对自学者而言 其实影音和视频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一个部分 所以一直成效不太的好 不是非常的理想 不过在2003年开始 第一个五年期之后 他们就意识到 注意到说 国家精品课程计划 事实上并没有受到 这个人民这个 或大学生太大的重视 成效不好 在2008年的时候 他就开始做一些改变 2008年 在教育部的 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这个之下 他设立了一个 国家精品课程资源中心 开始将所谓的国家精品课程集中 可以集中 一起把它收集起来 放在一个同一个平台上面 然后不会再散布在各校 而且他开始做了一些 非常重要的改变 从2011年开始 他的第12个五年计划 给第12个五年计划 他特别提到了 要投入6亿多人民币建设 国家精品这个开放式课程的项目 其中他强调 要有一千门的视频公开课 就是要完整影音的课程 那每一门课程 他预计要投入20万人民币 就一门课要投入100万人民币 100万台币左右 20万人民币 差不多100万台币 所以这个额度 其实在我们看起来 即使在我们的标准感觉 哇 这是相当高的一个 一个大额的投入 当然后来实际的投入 可能并没有这么大 也并没有这么大 但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课程上面 他们事实上是 目前是按照进度在进行 那应该已经有 100多门的视频公开课出现了 那预计今年还会再增加 大概200多门 所以他们应该是在五年之内 会达到1000门视频公开课的 这个要求 那其实这个是由 大陆官方在推动的事情 大陆官方在推动的事情 通常很有效率 很有效率 那他们官方推动的事情 一开始通常都不会太好 都不会 都会有一些问题 但这个大陆在过去的 改革开放30年的里面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在这件事情 在这个项目上 可能也会再度发生 就会开始由量变产生质变 从十二五计划之后 从去年2012年开始 我们看到它的精品课程的这个值 已经有了大幅度的进步 所以它已经开始在往前 这个做大步的跨越 那以政府推动 这个在大陆做这件事情 当然是投入了很多钱 但其实真正在民间 到目前为止 真正造成最大影响的 并不是政府 而是它有非常多的入口网站 都已经建制了专门的开放式课程 或者他们叫公开课的网页 我们假如看一下 中国大陆最受欢迎的一些网站 那左边第一条我们看到是中国自己的排名 一二三四五六六一到第一 现在最好的就是百度 那Google事实上被大陆放到冷冻库以后 百度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百度立即就成为了 这个大陆最大的搜索引擎 最大的网站公司 那第二条我们看到是Google 根据他们所统计的流量 所排名的 比如说百度在中国是排第一名 在全世界它也可以排到第八名 然后我们看到最右边 其实我们画它是不是有公开课的专属网页 你可以看到在这些里面 事实上十个大概有八个都有公开课的专属网页 你看到第一名的百度没有 百度没有的原因是因为 它下面有一个专门的控股 控股的一个公司叫做奇异 在第十四名 奇异事实上它就把公开课网页放上去了 所以它既然放在它的奇异网站上面 所以它就没有放在它自己的搜索网站上面 那你可以看到他们几乎全部都摆上去了 这个现象在台湾和其他世界各国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他们最主要就是把其他国家 特别是欧美好的公开课 把它照样的搬到它的网站上面去 那事实上几乎没有网站 现在敢不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大陆的网民 对这类的公开课需求量是很大的 那有了这个东西就会制造它网站的流量 没有这个东西它可能就会损失流量 所以大部分的网站都不敢不做 那事实上它就造就了一些非常受欢迎的 在国外的学术明星 这位老兄 我现在在台湾很多人也非常的熟悉 Michael Sandell 他在哈佛大学开的一个课叫做Justice 那事实上在我们的台湾的公式也在播 那事实上他在台湾有很多的粉丝 那他的课第一次在这个大陆的网易的网站 是个出来之后 哇 爆红 那事实上还有杂志啊什么都在介绍他 那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图是 他第一次到上海复旦大学去演讲的时候 这个演讲厅爆满 满到外面去了 满到外面去了 Michael Sandell先生非常的意外 他去了就哇 他没想到他在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粉丝 当时我在哈佛大学是很有名 我在哈佛大学一上课就上千的学生选修 是一个大礼堂在修课 可是我出了哈佛大学啊 我在波士顿市区啊 我都没什么知名度 他没想到在遥远的中国啊 他居然有这么高的知名度 那Michael Sandell先生在去年事实上也有来台湾 也有来台湾 也是一样有很多的粉丝 有很多的粉丝 那我们看到还有几个课在中国大陆 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课 Justice Happiness 快这个幸福 Death 死亡 这个像耶鲁汉哈佛大学看这些课 所以你发现这个一个很怕死亡的民族 然后在一个缺乏正义的国度里面 活得不太幸福 他们就特别喜欢这一类的主题 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网站上面 在这些网站上面 其实在中国大陆引起了相当大的回响 就我个人所知 十二五计划里面 中国大陆的北京政府 为什么会投入了大的资本 去做公开视频课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受到了这些国外来的公开课 或者开放式课程的影响 他们发现这些课程在中国大陆爆红 那国家的最高领导阶层 就我所知 真的是最高最高的领导阶层 事实上在公文上面 直接指示 为什么中国大陆没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 大力投下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中国大陆这些网站 其实在过去几年当中 促成了中国大陆开放式课程运动的 蓬勃发展 是有很大功劳的 那很不幸在台湾 并没有这样的情况 台湾事实上第一个开始在 这个做推动这个OCW的 应该就是有 我刚刚提到朱学恒先生 在2004年 他这个设立了一个基金会 然后他们在翻译这个OCW的这个东西 MIT OCW的东西 到了2007年 事实上台湾才有第一个大学 开始做这件事情 并不是由我们的教育部 我们政府在推动 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发展在过去几年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我们是草根性的发展 而草根性的发展 其实你发现也有很大的优势和好处 那他们基本上是从上往下的指导性的去发展 那第一个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国际教育大学 国际教育大学在2006年开始这个筹备这件事情 2007年就第一次推出了全世界华文地区的第一个大学的OCW网站 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我们跟这个MIT的思维就有一些不太一样 MIT基本上我想说 它虽然公布了2000门课程 可是它的课程大部分都只有书面资料 那书面资料还完整 完整程度还不一致 那事实上只有不到5%的课程是完整引课程 可是根据我们的研究 我们发现自学者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影音内容 有了影音内容它才能这个自学 假如只看讲义和书面资料 其实大概只有我们老师有利 对这个没有完全没有学过的学生 它是使用起来是非常限制性非常大 不太不太方便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以推动完整的影音课程为主 所以把课程的讲义课程大纲 课程进度 然后我们随堂录影全部都放上去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大概都维持80%以上 我们公布的课程或公开的课程都是全影音课程 从2007年开始我们的网站就 我们这个受欢迎的程度或这个需求的人数 其实蛮让我们意外的 节节上升 到2011年的时候 我们的网站的造访人次 大概就接近一年之内 大概有100万人 接近100万人次 400万个网页浏览量 不重复计算的话 使用者有27万个使用者 我们还蛮意外的 就中间大概有5万到10万的使用者 大概20%到30%的使用者 是来自于海外 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大陆 那第二个 其实我蛮意外的居然是美国 而它的流量事实上还不算小 那另外一个数字 其实我们觉得更惊讶 就是我们统计了 每一年 2008年到2011年 我们网站这个网页里面 它被观看 影片被观看和下载的次数 我们是少数愿意将我们的影音课程 让人家下载回去观看的 那很多的OCW网站 其实是让你可以线上观看 可是不能下载 那我们事实上是完全开放让它下载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分别 它到底是下载了 还是在线上观看 但不管下载观看 我们都算一次的话 我们看到事实上 比如最惊人的数字 在2010年 大概两年多以前 我们那一年 我们的影片被观看和下载的次数 达到了1亿4600万次 那我们算一下 在那一年平均来讲 就是每一个使用者 他居然观看或使用我们的影片 下载或使用我们的影片 下载观看我们使用的影片 大概达到了700次 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天两次 哇 真是不得了 真是不得了 那当然我们后来觉得说 这个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那年网络不太好 所以他下载到一半断了 再来一次 OK 但正常情况你可以看到 我们大概每年也都有 六七千万次的下载和观看记录 那这样你算起来 我们大概一个人 大概一个使用者 他也就这个观看下载 我们大概有300次左右 那你说怎么会这么高呢 因为很简单 我们一门课的影音的部分的档案 因为我们是全学期随堂录影 影音部分档案可能就将近200个 所以你可以说 他大概下载了完整的课程 大概两到三门课程 所以这是可能的 这是可能的 那以这样来说 我们就看 除以我们的课程数 你就发现 我们平均每一门课 观看和下载的这个次数 大概超过300万次 我们不能跟江南大叔比 不过跟Lady Gaga 比较不受欢迎的MV比 我们不算太差 跟他可以等量期观 等量期观 然后我们另外一个看到 就是我们来自海外的造访 造访次数 你就发现造访的这个比例 事实上是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那你看到另外一个 就是台湾 照比例来讲 所以我们国内使用的这个比例 是在下滑当中 但不是我们的人数减少了 而是因为海外使用人数 开始增加了 那另外你看到 每一次掉下来这个时间 都是寒假暑假 寒假暑假 所以我们发现 这里面可能很多是学生在使用 学生在使用 那事实上我刚刚讲的 这个我们海外的使用人次 或次数 其实应该是严重低估的 至少以江东大学的情况来说 是严重低估了 因为我们东西是可以下载的 可以下载 基本上下载之后 它可以放到或转贴到其他的网站或网页上面 那是中国 这还不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网站 这个但是它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视频搜寻的这个网站 那在这个优酷的网站里面 我们去搜寻 国立交通大学 你一搜寻到 你去看到上面大概有多少 九千九百多笔吧 那好像不少 你一进去看 其实通通都是我们的这个OCW的这个资料 这边907个视频 全部都是我们OCW的资料 但这个事实上是我在两年以前 从网站上面截下来的图 我在前天又上去截了一次 国立交通大学 然后这上面你看到变成九万五千多个视频 刚刚事实上是九百多个视频 两年以后这边变成了九万五千多个视频 然后你可以假如你进去看的话 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OCW的课程的这个录影 已经在里面 那你看到在这边它所有使用的下载记录 使用记录 我们能不能算奖 我们事实上是算不到的 是算不到的 那当我们还有一件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个台湾大学跟这个大陆大学 每次在签任何这个协议啊 这个或者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都不能叫国立交通大学 他说我们不是国 所以国立都要拿掉 我们都叫新竹交通大学 然后事实上我们还不是最惨的 我们有个国立中央大学 然后说你怎么能是中央 中央在这儿 所以他们国立也不行 中央也不能出现 那可是我们很高兴到他们的网站上面 我们居然可以搜寻 国立交通大学棒 还居然可以爆出来这么大一笔的资料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那我们在2007年开始公布第一个交通大学网站之后 我们发现效果非常的好 我们立即就开始往外推广 我们本来预期很多学校可能不太愿意做这种吃力不太好 好像又没有什么实质绩效 看不到提高升学率的事情 但事实上我们发现很意外的 有很多大学都愿意投入这样的这个事情 所以很快在2008年我们就先聚集了大概十几个学校 然后他们愿意这个共同的投入 2009年台湾开放式课程联盟正式这个启动 那目前为止我们有29个会员学校 那从南到北到东都有啊 都有那顶尖大学大概这个12所顶尖大学里面 有10所都已经参加了 那这个图是全球开放式课程联盟OCWC 他们这个在全球画出来 他们的会员学校分布图 颜色越深表示那个数量越多 你看到美国和加拿大 基本上他的会员人数多 所以你看到他是这个深蓝的 那其实有一个地方也很蓝 应该用 可能我怕民进党不高兴 不过他用蓝怎么样 有个地方也很蓝 就是我们看到我画出来那个小岛台湾 台湾也很蓝 事实上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我们聚集了将近全球开放式课程联盟 十分之一的会员 因为他有三百多个会员 而台湾目前的会员就二十八个 所以事实上我们是全世界 全球开放式课程联盟里面 会员密度最高的国家 我们的课程总数事实上一直在上升 你可以看到从2011年中的时候的 三百八十二门课 到目前我已经成长到了将近九百门课 而影音课程所占的比例大概在80% 七十几% 我们每个月的造访人次这个加总起来 到目前为止大概每一个月 大概有二十几万的人次 那其中你看到刚刚我们一月份 这边有跳到突然跳到三十一万人次 是因为台湾大学有一门开放式课程 一个讲座 中间有两个演讲的课程 这两个演讲的课程可能讲的议题 特别受到对岸的讨论 所以在他们的论坛上面引起讨论 所以那一个月当中 砰一下 就增加了将近五六七万的造访人次 全部都来自于哪里 全部都来自于中国大陆 你就知道说 其实这样东西 它对我们的对岸 是有造成相当的影响 相当的影响 台湾开放式课程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是其他国家的开放式课程联盟所没有的 第一个 我们大多数顶尖大学都参与了 在其他国家基本上有门户之鉴 即使你在做同样的事情 可他都不愿意叫做OCW 所以美国的参加OCW Stanford不会参加 这个Year不会参加 可他有没有在做类似 他在做类似 可他我就是不参加 我也就是不叫OCW 敌死不从 可在台湾基本上 我们好像没有什么门户之鉴 我们通通都愿意加入同一个联盟 那我们大学的参与力是挺高的 目前至少15%以上的大学都参加了 以后我们预期会更高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 我们的课程影音比例相当的高 在全世界是最高的 我们达到了75% 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入口和检索平台 那我们很开心 事实上我们曾经受到过很多来自于对岸的回应 反应都对我们能够把课程毫无私信的开放出来 觉得非常的感动 那我们希望将来我们能够在整个华文地区持续的造成影响 看起来OCW到这边是相当的完美的 完美 我们是不是应该live happily ever after 但事实上不是 那这个OCW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它只提供单向的学习模式 所以学习者是非常孤立的 不只跟老师没有接触 他跟其他的学习者也没有接触 比如说国立交通大学的这个OCW网站 一个学习者他都不知道 他原来他二十几万人还在使用 他完全不晓得 完全没有接触的管道 可是目前我们在全世界的这个网络学习的趋势 很显然的 他们是希望学校能不能再进一步 MIT事实上也一直收到各式各样说 你们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回应 我有问题能不能回答我一些问题 能不能帮助我们一下 那你能不能帮我们形成一个学习社群 那这个学习社群在社群化的网络世界里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时代事实上已经在过去两年当中正式来到了 去年5月的时候 MIT和Harvard就宣布 他们要各出3000万美金 总共6000万美金和18亿台币的经费 来打造一个免费的网络教学平台 那事实上在这个计划之前 他们就曾经推出一个实验性质的网络教学计划 叫做MITX MITX推出之后 在这个新闻里面写说 有12万人报名 其实是有15万人报名 这个课叫做电路与电子学导论 其实是MIT本来正常学习上课的内容 所以它的内容并不简单 这样的内容事实上有15万人修 在全世界是相当多的 那最后上有多少人通过呢 通过 因为它有作业也有考试 最后作业考试通过的 大概是5% 7500到8000人之间 那事实上以这个通过率好像不高 可是你假如是看它的数字是7500到8000之间 哇 这个数字是不得了的 一个老师一个学期大概教100个学生 你想想看他要教多久 才能教到这么多的学生 这么多的学生 那事实上 MIT和Harvard这件事情 在这个宣布的时候 我们看一看 他们两位都是女校长 而且这两位女校长都个别是Harvard和MIT 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校长 第一位女校长 那对我们现在国际教育大学 吴延华吴校长 因为他也是一位女校长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我们很高兴看到 女校长是相当具有远见的 但MIT其实并不是第一个 MIT之前或在他 应该是在他之前 其实Stanford两位教授就出来成立了一个公司 叫做Coursera Coursera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17所研究型大学参加他们 然后提供了40几门课 然后立即大概就有60几万人在选修 那非常的成功 到目前为止 其实他已经吸引了大概超过60所大学 提供将近300门课 有300万人在选修他的课程 成长得非常的快 那有很多人就说 这可能是高等教育的海啸 那我们看到这个Berkeley大学的校长说 现在的大学教育 最终会因为线上教育而彻底改变 那21世界大学中 这个大学中心主任 他甚至说这是高等教育界的海啸 那我个人认为没那么夸张 那以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而言 我认为不会受到立即的影响 这个影响在10年20年之内 都不会影响到 那对终身学习教育 它会起比较大的影响 对学历教育和学位教育里面的顶尖大学 它的影响其实不会立即来到 至于对大学教育彻底改变这件事情 它将会慢慢地转换 但不会是立即的 因为面对面 这个教师面对面所需要达成的某些事情 仍然是线上教学 没有办法完全做到 完全做到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 这个东西现在叫做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叫做MOOC 教育部长官把它翻成叫摩克师 按照应来翻 那其实简单地讲 它就是一个Open Course 它之所以是大规模 Massive是因为你Open 因为你免费 你用网路 就我刚刚讲的 OCW是什么 是免费的 或者在中国大陆来说 就是一个公开课 那MOOC跟OCW有什么不同呢 MOOC跟OCW最主要的不同 就是OCW它不提供任何的教学互动 所以没有答疑 没有讨论 没有作业 没有测验 没有评量 什么都没有 所以学习者在使用OCW的时候 他是完全孤立的 可是MOOC基本上就提供了互动 那有人就说 那MOOC跟OCW不一样吗 其实我经常用这句话 最近我经常用这句话 我说一时的MOOC 其实是永远的OCW 因为MOOC要互动 很多MOOC课程 可能只有十个礼拜 甚至只有六个礼拜 在这六个礼拜到十个礼拜当中 教师要跟学生互动 每个礼拜要给作业 然后最后要给期中考 期末考 考完之后 我给你一个评量的成绩 可是过了这十个礼拜 这些教材 是不是就搬走不见消失了呢 其实通常不会 它仍然留在网上 所以它放在那边 十个礼拜当作MOOC 可是实际上 还有四十二个礼拜 它就是OCW 任何人想要上去看 想要学 想要用 它都可以 MOOC可能十年只开了两次 可是它放了十年 它就当了十年的OCW 它实际上可以放更久 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那MOOC跟校园 线上课程的主要不同 就是MOOC 它是完全免费 而且无远福借的 所以它的学习者 有非常多样化的学习者 它的学习动机不一样 学习背景不同 学习模式不同 甚至他们的学习时间 学习地点 观看方式都可能不一样 这个事实上 会跟我们一般校园 线上教学很大的不同 一般校园线上教学 我进来的学生 其实你发现 他的学习背景是类似的 大概都是高中程度 学习动机 通通都是想要来 拿到学位 拿到学分 OK 那他们的学习模式 大概就是每天上课 晚上这个上网 然后白天睡觉 大概就是这个样的模式 每个人那儿差不了太多 所以他们的同质性很高 可是你一旦放到网上去 你发现有的人是白天的时候 那边是黑夜 这边是黑夜 那边是白天 有的人是上课的时候在学 有人事实上是周末在那边学 有的人事实上在旅行的时候 用这个行动载具在学 然后他有没有什么动机 既然是免费的 你发现动机和动力 动机可能很强烈 可是动力有时候会不足 所以你发现 这个时候你要应付的学习者 它的背景 动机 动力 模式 通通都不一样 这时候你的设计 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那我们来看 这三类的话 基本上我说最主要就是互动 有没有互动 以及它的这个 是不是开放的差别 那唯一有MOOX 其实提供了最大的 涵刮和选择性 目前在MOOX的这个发展里面 我们看到最成功的三家案例 是Coursera AdEx和Udacity 那其实我们看到 前面几个项目的比较 其实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它真正重要的不同 在这三个组织当中 真正最重要的不同 就是他们经营模式不一样 这个其实牵涉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个事实上就是 OCW在过去十年以外 一直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怎么样永续经营 OCW既然是不能盈利 不会赚钱的 那其实学校就是 不停地在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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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MIT而言 每一年在投入 OCW经营的经费 大概是400万美金 国立交通大学 投入的经费 差不多是400万台币 但实际上我们的经济效益 假如我们拿出来比较 会发现 我们比MIT不差 我们的经济效益 实际上比它 要高很多 但OCW的问题就是 难道我们一直投钱吗 然后不能产生任何的 实质经济回馈 那它怎么样永续地经营 在十年以来 一直都在困扰 困扰这个推动OCW的人 可是MOOC现在发现 我们刚刚讲的三个机构里面 有两个机构 事实上是盈利机构 ADX本身是个非盈利的基金会 分别由MIT和Harvard 在逐年要总共投入 18亿台币在里面 那它的进展目前是 由12所大学加入了 那课程目前提供了25门课程 可是另外一个公司 Cocera 跟它差不多时间 比它早一点点 但早也早不到半年的时间 它的发展却是 非常的迅速 非常的迅速 它目前 它把自己的公司 它说它是一个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ompany 它说它是一个 社会服务企业 其实在美国的法令里面 并没有社会服务企业 这种东西 它就是一个公司 这公司就是以盈利为目的 公司的宗旨第一条 就是公司以盈利为目的 那这样的结果 你就发现 它是要赚钱的 那它在不同的基因理念之下 基因方法上面 其实它非常的成功 有人说它在第一年当中 它的成长的幅度 比Facebook第一年成长的幅度 还要高 所以在这个去年的时候 它今年说 它得到了一个 去年那个Best Startup 最好的这个创新公司 这个奖 它目前已经有62所大学加入 包括最近宣布要加入 提供课程的台湾大学 然后香港 基本上香港中文大学 以及香港科技大学 它提供了将近 超过300门课程 所以各位看到 这是它的网页上面 它提供了超过300门课程 现在已经达到328门 还在继续增加当中 今天可能又提高了 它的注册使用者达到了289万 这不重复计算的注册使用者 然后它的注册课程的人次 应该已经超过了800万人次 你想这样算 你就这样算 它实际上在开的300多门课里面 还有一半的课还没开 只是预计要开 那一半以上的课还没开 它都已经有800万人次的注册 它每一门课 平均注册人次 达到了3万5千人次以上 是非常大量的 我们假如看一下它的课程 会有一些重要的特色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它的课程的周数不会太长 因为太长的话 我们刚刚讲说 学习动力不足 不用付钱 我又很忙 最后它就很容易放弃掉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课程最多集中在 6个礼拜到10个礼拜的课程 像15个礼拜的课程 但你发现只有两门课程 大部分的课程 都是6到10个礼拜 然后事实上 它的每一段影片的长度 都不会超过15分钟 因为它发现在网络上面 看教学影片的专注力 大概不会超过20分钟 所以它都把影片结得很短 就跟我们随堂录影 一次录50分钟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的线上教学 修课人数很多 所以它在线上的作业和测验 不可能由老师一个一个去批改 所以它最可能采用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电脑阅卷 电脑阅卷就只能是是非选择 还有标准答案的问答题 第二种方式是一个比较新 比较大胆的尝试 当然以前在校园教学也做过 可是在这么多人的开放环境里面做 却是第一次 那就是学生相互阅卷 特别是假如是有深论这种题目的话 可以相互问卷 相互阅卷给分数 那在他们的这个研究里面 他们的实施的结果你发现 这个方法其实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而且事实上让学生增加了彼此学习和讨论 和看别人东西的机会 他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再下来讨论区说这么多学生 讨论区问题一大堆怎么办 后来发现其实不需要 他曾经不需要担心 他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他发现当讨论区有学生提出问题以后 世界各地的角落学生参与讨论 一个问题平均在22分钟以内 就可以经由学生的讨论得到解答 而在这个讨论过程里面 让学生自己产生答案 远比老师立即提供答案要好很多 所以原来老师担心的 我怎么回答那么多问题 其实不用担心 而且是人数越多 解决问题的速度就越快 这个都是我们过去在线上 有些校园线上教学里面 无法看到或观察到的一些现象 但美国的MOOC系统 主要是欧美这个语系社会设计的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影片是YouTube 然后下面用的社群是Facebook Twitter 可是到中国大陆去 这是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上网的时候看到的 看不到 社群网站无法使用 YouTube影片看不到 当然YouTube影片只是少数 多数是可以看到 但你可以看到 它思维基本上是为 欧美社会的社会来建构的 那它会为欧美的高等教育 造成此息效应 它帮美国的人才资料库 吸引了大量的资料 而且是全世界 对受教育非常关心的 某个特定人群 而这个资料库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库 但这个资料库将会全部落入 美国公司的手里面 对华人世界的发展 其实会有很多间接的影响 可是对直接教育的影响 其实因为语言障碍的关系是不够的 华文世界该不该做MOOC 当然很明显的 我们认为应该 全世界拥有最多高等教育在学人口的 就是华人地区 美国高等教育人口在2003年以前 2004年以前是全世界最大的 大概1600到1700万人 可是在那个时候就被华人世界超过了 我们现在全世界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学人口 大概有3500万人 华文世界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网络人口 现在5亿正在往6亿迈进 一年之内就会超越6亿 我们有全世界最具发展权力的终身学习市场 特别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 其实它非常需要终身学习的市场 它的高等教育在过去几年 因为发展太快 膨胀太快 我们经常在讲前面的顶尖大学 大概其实就那100所 各位知道中国大陆有多少大学校院吗 合法设立的有2000多所 它绝大部分的训练人才 事实上是由后面的一大批学校所训练 可是因为膨胀太快速 他们在学校里的这个建设不足 所以很多学生的教育事实上是有问题的 可是他们整个的生产事业发展 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太过快速 所以他们非常需要在职教育和训练 这个市场的需求至少在2亿人以上 给2亿人以上 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那假如我们看一下其他 我们过去在看到的经验交到OCW网站吸引了多少人 MIT网站20%来自于华语地区 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做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预计在未来 在今年 在今年华文地区一定就会有 MOOC平台的出现 而且将会逐渐的成为一个主流 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做 不管是MIT的这个做法 或是盈利公司的做法 至少有一点 他们是共同的 他们都是免费的网络教学 这一点是我们认为一定要坚持的原则 就是所有的教学资源 应该是免费开放给所有人使用 那只是营运模式不同 我们需要考虑 那我们认为不管怎么做 反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 要有需求 没有这个需求 MASSIVE就不见了 MOOX就变成WOOX了 下来我们一定要足够的课程 没有这个课程基本上就没有Course了 它就变成了MOO了 所以缺一不可 那至少我们现在推动的第一件事情 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推动第一件事情 就我们希望第一个要把课程拿出来 我们相信只要课程出来了 那个需求是绝对在的 只要课程出来了 MOOX不会少了M 也不会少了C 那我常常说我们看起来就会像一个仲介服务业 那我们事实上是把课程提供课程的老师 和需要课程的学生把它拉在一起 把它拉在一起 那最终基本上这里面有三个面向要考虑 第一个就是课程 第二个就是平台 第三个就是跟平台怎么样经营 非常密切相关的经营模式 目前我们认为在国内或在华文地区 其实都还没有一定 我们都不知道经营模式到底干怎么样 但只要这三者同时到位 那我们就会期待一个永续蓬勃发展的 华文高等教育的开放平台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从课程开始 从课程开始 那我们相信只要课程出来了 平台和经营模式自然会出来 这课程一定有地方可以摆 一定可以获得发挥的空间 我们可以把教育的效益 由一维扩张到三维 从教室50个人受益 放到网络上以后就变成5000个人受益 有一个小时的过眼云烟 我们假如可以放这个10年20年的时间 或5年10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效益扩大100倍 我们只要做这件事情 把我们的课程开放出来 我们的教育投资效益 预计绝对可以提高1000倍到1万倍以上 我们投入经费高不高 其实在制作课程上面 我们预估每一个小时花1万 30个小时大概花30万台币 你可以想想看 这样我花30万台币 却可以将我的经济效益 扩大到千倍万倍 这件事情值不值得做 这件事情绝对值得做 我们非常谢谢各位保持开放的心 来参加今天的研习会 我们后面还有两位讲者 会介绍到实质 我们在制作开放式课程的时候 必须要特别注意到的 两个面向和问题 这一节我们就到这边为止 然后我们休息15分钟 各位假如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在下课时间 我们中间休息时间来进行讨论 我们下一位讲者 教育研究所所长 前所长 现任所长 对不起我讲错了 这样研究所现任所长周健老师 他是非常杰出 是我们国科会 杰出研究奖 三度杰出研究奖 假如我没记错的话 这是非常难得的 三次的杰出研究奖 他帮我们来介绍 制作现场教学的一些 理念方法 给大家 那我们先休息15分钟的时间 谢谢各位 谢谢您的杰出研究奖 谢谢您的杰出研究奖